这个小伙子他就一直骑着我的平衡车 然后骑到没有电了 然后我们俩是这样鞋商的 我们俩先说好 我把它再冲完电 然后我的平衡车跟你玩 然后你的马借我骑一会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换着骑 你看本来骑马要收费的 然后我现在带那个平衡车 咱就不用花钱了 所以出来旅行 要跟本地的小朋友 当地的老人家都搞好关系 这个有好处的 对吧 就晚上去你家吃饭 很好爽 这小伙子真的很好 真的 你们这个是什么组 哈萨克组 那你们平时主要是吃牛跟羊吗 牛羊马肉都吃 牛羊马 牛的肉 马的肉羊的肉都吃 马肉吃的会好吃吗 好吃的 好吃啊 冬天吃马肉不冷 然后你们就平时就是骑着马放牛放羊 那你们读书吗 读书 刚好这几天你们放假了是吧 周末 你家有多少只马多少只牛多少只羊 我家有100只羊 然后30多牛 然后20多匹马 哇这么多啊 我去 那一匹马可以卖2万块钱左右 1万 然后那个牛呢 牛一头牛可以卖多少钱 也是一 哇牛更贵 那羊呢 一千到两千左右 一千到两千左右 羊比较便宜一点哈 你家有钱人哦 哈哈哈哈哈哈 小伙子你家有多少只牛 牛60多只 马的话30多只 羊的话120只 哇操你们家都差不多呀 各个家都差不多 每家每户都差不多这么多 这么多吗 就是你们两家会比较多一点 啊 我别的家也就吃一点 啊 差不多 差不多 啊 都是有钱人啊 哈哈哈哈 他们的马也要牵过来躲雨 我把这个正样帘 给他打开了 因为现在外面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啊 他好像不进来啊 哈哈 这里到处都是牛屎马屎 哈哈哈哈 这个天气它是说下就下 说出太阳就出太阳 前十分钟有可能是太阳 后十分钟就下大雨哈 请他们吃麻花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这个鱼这么一会儿下的滑滑的 这个马 这个马它好像喜欢淋雨是不是 它好像比较喜欢淋雨是不是 它想跑 它想自己出去玩 我们刚刚在下雨现在在下冰雹 哎呦 这个冰雹听起来有点大哦 崩的哪都是 那个马的屁股弹了那个冰雹 弹在马屁股上面 弹在马屁股到处乱崩 那山上估计就下雪了 山顶上估计就下雪了 哇靠这么一小会儿下起冰雹了 雨停了冰雹也不下了 把昨天的羊排热一下 就当今天的晚餐了 在这里组着羊排 看着外面的风景 太舒服了 我已经出来差不多半个月了 我的车子的电从来没有插过别人家里 也没有插过任何四点充过电 我车子的电电还有完整 就是车子很难用 兄弟们 一个人看着草原的美景 吃着他们本地的羊排 吃这个羊排必须要有这个椒盐 没有这个椒盐就特别难吃 然后再来点辣椒 嗯哇好香 然后吃一口羊排再加一半蒜 就是吃羊排的最佳方法 然后再加一口冰可乐 嗨爽 嗯